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的名字叫叶志总 我是梅县客家人 我今年77岁了 从小就在新谷毛 就到现在 我们是开洋货店的 以前年代是叫洋货店 现在叫百货公司 我们只是卖用品 旧古猫的街上 有时候下很大鱼 挣整个街上 没有机器挖河 后来因政府 把街上的鱼 移到一个高山上 是蓝鹅河 那条河以前很大 百鹅鱼 可能是真的有鹅鱼 挣水的时候 水满的时候 都游上来 现在1950年 发令的时候 才见的 开始慢慢见 救古猫附近的人 这样赶他们 带地铁 搬来这么住 那名是顾字梁 顾问那个顾 九十多年 早了我比较难 到处都要去 朝去晚回 朝去晚回 天天走 很厌 老了 不要走 就做鱼鸭 做鱼鱼 做了十多年 后来又渴染了 不可以做龙羊 做佛狼 做水满来射 射那些泥头 是食物在下面 普通搜索的泥均塌了 就填了一條河 那個新鮮是榕山 政府拿了、買了的新鮮 新鮮就讓他們搬 不做到一間的 這裡很涼 不曉公大浮 又熱、嬰又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